今天來到南四溪 本來今天要釣這一段的 我知道今天還是水很大 不過明天要變天了 所以今天就要來 但是這邊來看的話應該是不好釣 水還是蠻大的 所以今天就不要來這裡好了 看看去紅河谷還是去下面那邊 比較方便走的地方 不然這邊走那麼深 走下去點也不多 水也大 而且水不夠清 今天水還是不夠清 多久而已草又長滿了 上次不是開得很大很漂亮嗎 草長太快了吧 人家都沒落啊 終於出來了 這裡要做一個記號 不然真的會找不到路回去 沒辦法 就是知道水這樣子才來這邊的 掉這邊邊看看吧 不然沒辦法了 啊不然如果不好釣的話 中午再去加酒聊溪吧 快看快看 欸有蝦子耶 欸欸欸 有蝦子說 跑到岸上來 跑到岸上來耶 剛剛有好幾隻耶 都沒去啊 有有有有有有 你看好幾隻 喔 那邊還有一隻 我剛好幾隻耶 為什麼他們都跑到岸邊來啊 看到我就 不錯不錯 不錯不錯 好的開始 看看 欸真的有 真的還有蝦子耶 哇好多喔 就是做大水他們都跑到岸邊來啊 我剛剛這一翻好幾隻耶 欸翻不起來 這一顆應該有 有有有有 你看 真的有耶 蝦子好多喔 而且讓手抓耶 冰冰的 水冰冰的 濁濁的 濁濁的 笨笨的 那邊應該蝦子很多 剛剛 剛剛蝦子很多耶 有有有有有 欸 呦呼 唉呦 欸 這怎麼笨笨的啊 今天的蝦子都笨笨的呢 這雨下太久啊 這個水催得真的很慢 等了三天還 水還這麼大 今天只能釣邊邊啊 找看看 可能又跟上次一樣 釣邊邊都西哥比較多 水這麼大 也沒花糖啊 好啦 等一下開始先試試看吧 現在看起來就只能釣邊邊這裡了啦 齁 邊邊這裡 應該也是跟上次 加酒療溪一樣 是西哥比較多 而且今天水還不夠清 啊如果不好釣的話 再去加酒療溪 或是 在這邊撈撈蝦子 先釣看看吧 試試看吧 好 欸 有 欸 看一啊西哥 大概釣了20分鐘喔 幾乎都不怎麼吃啊 而且 天氣又變黑了 不要在這邊釣好了 因為它這個原本的 能釣的地方就是原本的陸地 你看草都還在那裡 草都還在這一條 所以這裡原本都是陸地 如果有大隻魚的話 這個水它會去那一邊 原本的河 它不會過來原本的陸地 所以這邊都是小溪哥 不要釣好了 去上面那個加九寮溪 至少水是清的 黃 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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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 剛好收起來 它就廣播要放水了 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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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上面 黑黑的啊 魚 魚 貴山霸開始放水了 魚 所以 剛剛跟我想的差不多 現在剛好收起來 然後去加九寮溪啊 水這麼大了還要放水 不過這邊會廣播滿清楚的 龍 木 豪 很 豪 聽到這個大家就要趕快走了 它當然不會一次放很多 不過 收一收當然就是 沒有在拖延了 好啦我們去加九寮溪啊 剛剛南四溪要放水了嘛 所以現在來一下九寮溪 這邊有一個 兩個三個 有三個人在吊 今天水量小很多了 跟我那三天前比小很多了 不管了今天就吊這裡了 反正南四溪會放水嘛 然後 在這邊的話 至少水是清的 吊看看吧 下面這一段呢 一樣有一個人在那邊吊 不過今天 水退回去之後 在那邊的效果就不大了 而且南四溪要放水了 在那邊是有一點點的危險 現在來到加九寮 南四溪應該開始放水了 原來橋下面那個洞還有一個人在吊 所以好幾個耶 剛剛又走了一個 然後 先吊這一段好了啦 先不要上去瀑布 瀑布下午再去 因為現在 轉到這邊啦 已經十點半左右了 再吊了大概一個小時 就要吃午飯了 上面也有一個人在吊 水都變很淺了 所以 感覺水退了之後 連魚都沒了 怎麼會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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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沒了就來啊 九斑 大概釣了一個小時喔 幾乎都不怎麼咬啦 水清了魚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先休息了 反正下午都會比較咬 下午我就掉上面就好了 下午我就掉上面就好了 因為下面太多人了 兩隻 兩隻 兩隻九斑 好 蘇比烤肉 這邊漂亮木真的是很少 還好我有在路邊撿一點下來 不然一定不夠